欢迎回来继续Focus Made in China向全球市场出口 这个里面电动车绝对是这几年的主流商品 现在巴西东南亚还有泰国印尼等地 都成为中国电动车的新出口市场 中国的上汽集团透过智慧产现 降低了车辆客制化的成本 把这一些定制车辆销往全球70多个国家 身上穿的服装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身形进行定制 那每天开出门的汽车 能不能也根据个人偏好来专门设计制作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不同的车型在我们同一条产线上 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用户来定制 现在的话你可以拿出我们手机来定制一款你想要的车 为在江苏无息的上汽大通厂 如今藉由智慧化的产线调整 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各种独一无二的客制化车辆 比如说我们的轮胎机器人 它是通过3D的视觉系统 包括一些数字的识别的这样一些技术 能够满足120多种轮胎的自动安装 顾客只要透过手机上的APP 就可以为自己汽车上的2万多款零件 选择各种喜欢的颜色或者组装方式 定做出专属于自己的车辆 尽管这种程度的车辆定制 选用的客户并不算多 但在整个国际市场上仍有一定吸引力 目前上汽大通的客制化车辆 已经销往全球70多个国家 除了客制化车辆积极出海之外 中国的新能源车也在巴西交出亮眼成绩单 据巴西电动车协会统计 今年前四个月巴西新能源车销量前五大品牌中 三席都有中国品牌包办 而上榜的比亚迪、城城汽车与奇瑞汽车中 光是比亚迪在四月一个月就卖出超过七千辆新能源车 逼近巴西当月新能源车总销量的半数 目前巴西已经超过比利时成为中国新能源车出海的第一大目的地 而中国车在海外市场的快速崛起 也让在地车商倍感压力 总部位于荷兰的跨国汽车公司斯特兰蒂斯 周一就启动在塞尔维亚的电动车产线 来应对来自中国电动车的挑战 除了欧洲市场之外 东南亚市场也是中国电动车深耕的重点 中国广汽集团就选择泰国作为旗下新能源车品牌 广汽埃安的第一间海外工厂所在地 这间每年可以生产五到十万辆新能源车的工厂 更在上周三竣工 接下来将夹着本地优势积极抢进泰国新能源车市场 泰国之外 广汽埃安还把目光看向印尼 在上周四开幕为期十天的印尼车展上 推出旗下最新平价款电动车埃安ES 包括比亚迪与哪吒汽车等中国品牌 也都趁机推出新车 并且点燃参展民众的高度兴趣 尽管印尼民众对于电动车的充电便利性 仍然有疑虑 部分消费者保持观望态度 但电动车尤其是中国电动车的高CP值 仍然让消费者非常心动 这种高CP值特性 如今更成为古巴民众的新欢 受到近年汽车价格高涨影响 古巴民众逐渐放弃燃油车 相反的 由中国零件装配而成的电动机车 电动三轮车 甚至电动巴士 则是大型骑道 古巴街头过去常见 满大街来自美国或前苏联 二手燃油古董车的画面 几乎再也看不到了 尽管当前欧洲与美国等地 因为需求放缓以及关税壁垒 对中国电动车的态度相对保守 但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仍然持续 使向世界其他角落 TVBS新闻综合报导